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阿关 这不是新闻 这是台湾航空史上最长的罢工事件 现在已经进入了罢工的第12天了 可能在礼拜五或礼拜六 观众朋友会认为不是就要落幕了吗 怎么竟然又重启罢工 所以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提醒观众朋友的是 在6月28到6月29 其实工会举行了一次投票 投票来决定我们要不要继续罢工 投票的结果是 希望停止罢工的人比较多 所以照理说应该要停止罢工了 我们也以为要停止罢工了 但在6月29号投完票之后 工会就带着他们的期望 去跟公司进行了协商 但协商破局了 所以在破局之后 又再度重启罢工了 所以在今天是罢工的第12天了 投票提醒观众朋友 在明天他们要进行二度协商 在6月29号那一天呢 是罢工后的第一次协商 也就是在投完票之后 决定停止罢工之后 罢工之后的第一次协商 在破局了 那么第二次协商即将在明天 要正式登场 投市长榮航空公司 也决定要在明天 再度公布最新的运力 也就是到底删减航班 要删减到哪一天 从他的运力公布可以亏知 公司是不是要长期抗战 好 这是整个事件的最新发展 现在仍然在罢工中 到底双方各说各话 谁说得对呢 在今天下午一点半 公会召开了记者会 针对秋后算账这件事 召开了记者会 而火速的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公司也召开了记者会 也针对秋后算账召开了记者会 因为他们破局的关键 就在秋后算账 好 我们先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财经记者曾建华 她叫完 以及律师沈金佳 大家好 同时在今天也特别邀请到 前立委林峰喜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专家赖先生献哥 大家好 万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以及律师蔡瑞玲 大家好 针对双方在今天 各自火速召开记者会 所谈到的秋后算账 我们先带您来看 下午1点半 劳方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说什么呢 这个大阪韩班 他们当时是直接在三点 等我一下 在三点半的时候报道 那当时呢 他们在简报室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公司说 他们四点的时候 要配合工会活动 对 就像如这个纸上面写的 他们三点报道 三点三十五分的时候 告知公司将于下午四点 配合工会报道 那他们在这个告知公司的地点 其实就在南侃的办公大楼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 连机场都还没有到 公司就已经知道 他们即将在四点的时候 要罢工 所以当时我们的调派中心 就告诉这些组员说 那你就可以离开 你就去参加罢工 那公司也立即调派人力 那他们一直待到四点零五分 才准时的从公司这边离开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他们的合法性 跟非安的部分 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认为很清楚的是 公司故意要打击工会 事后才又故意把这些人的颁表 改成是矿直 然后并且对外去做曲绝扭曲 说这些人丢包旅客等等的 好 工会在今天下午一天半 所召开的记者会 非常非常冗长 我们截取了部分片段 不过还是请建华谈一下 今天记者会的重点 好 今天的记者会 我想它冗长了 因为牵涉到三个 三个部分的主员 那我们讲最多的是BR722的部分 好 BR722 所以主要在讲BR722 对 那BR722 那工会今天特别要强调就是说 它的主员呢 3点20分到场以后 3点20分到场 3点20分抵达机场 抵达机场以后呢 他们在3点45分到后机市 3点45分到后机市的状况呢 并没有任何的飞机靠桥 飞机并没有靠桥 所以不产生所谓的把 飞机没有靠桥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是代表 从工会的解释说 它并没有像外界所说 它把乘客丢包的状况 我人到了那边 乘客全部到了 结果我人居然居然走人了 好 那为什么特别强调 靠桥这件事 是因为民航局规定 一旦飞机靠桥之后 飞机上有旅客 就一定要有空服员 否则就违法了 没有错 而且 今天工会特别强调 还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已经告诉公司说 我们要离开 我们要罢工 好 在那个时候 在今天记者会谈到 那个时候 18金差已经告诉公司 我们4点要罢工了 是的 然后 今天的牢房的记者会 特别放了一段录音 那一段的录音 就是在4点整的时候 公司告诉这一群主人说 你们可以离开了 当然那个录音的 整个的音质 它并不是那么样的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听得非常清楚 但是就 牢房来讲 他们的立场是说 你公司已经告诉我说 这一群主员 你已经可以离开机场了 不过 他们要强调的是 这一群主员都没有离开 全部还留在现场 所以公司说你可以离开了 而且是以罢工处理 是的 那这有录音档 我们等会会让观众朋友听这段录音档 然后他们在4点05分的时候 4点05分 他们已经进入管制区了 进入管制区之后 他要离开 有一个所谓的退关的程序 就是这18金差要离开 对 要离开了 他有个退关的程序 他就离开了空桥 然后也离开了管制区 那么到4点10分的时候 4点10分 对 4点10分 离开了后机室 离开后机室 离开后机室的时候 他特别要强调 所有的旅客都没有登机 都没有登机 所以他觉得后来 资方对他们所做的这些种种的说法 或者是渲染 其实是抹黑主员的一种讲法 那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上当 也没有受骗 因为如果说4点就离开的时候 他觉得他们可能 就是在这个罢工跟矿植的 一个灰色地带当中游走 不过他们要强调的是 4点10分离开的时候 所有的旅客都没有登机 好 这次协商破绝的官主员 就在这18金差 到底能不能以矿植论处 工会要求你要以罢工 但是公司要以矿植 那罢工跟矿植差别就在 当你连续矿植三天就被免植了 所以工会说这是秋后算账 所以我们在今天要来讨论到底公司 有没有对18金差做所谓的求后算账 还是公司做了适当而合理的 处分 好 所以刚刚其实建华已经谈到了 在那一天的时间轴也就是今天记者会的重点 换句话也就是说记者会的重点要告诉 牢方要告诉所有的民众的是 他们第一个没有丢包旅客 因为旅客没有在飞机上 而且没有靠桥 我们也文有违法 第二个我们在罢工的时候呢 我们就问过公司了 公司说你们这样算罢工不是矿植 他们也以为这是罢工不是矿植 所以他们就罢工了 好 我们来听录音档的内容 如果我们现在早也不算 就是就直接算罢工 我们有那一个不是他说的 那是谁 那一个是他说的 那时候是他说 就是你们那时候 那是第二通电话 他是说你们那时候走 就是说罢工 我就回来说 我就是在交通车上 那是我主动调查一下 我要做一下 其实就是我想让Data在那边 有一点时间做应典 然后呢我想要知道一下 大约会有几个人 可能会有18公司的 很多人在问 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大秘转 不是就要落幕了吗 不是投票通过 要停止罢工了吗 关键就是在刚刚所说的 这18斤差到底要不要以矿质论出 所以在今天媒体也大篇幅报道 说常常航空这18斤差 公司认为涉及矿质 而这件事呢民航局要查 所以18斤差是这一次破局的关键 也为此 资方在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 因为这个罢工的争议活动 争议行为 所产生的矿质的组员人数呢 总共是25位 25位里面其中有722航班有12位 他们的报道时间是下午2点30分 另外有一个航班是BR871 有6位组员 他报道时间是下午2点40分 另外还有一个是上训练课程的7位同仁 他们的报道时间是早上的8点20分 那有关于这25位组员 那他们为什么公司会劣迹 战时劣迹矿质呢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从媒体上面看到了 这是工会他所发给 就是在2点09分的时候 发给所有会员的简讯内容 简讯内容特别提到就是 就是没有勤务的人呢 就是要必须要立刻前往某个地点去集结 那下午40以后报道的所有勤务 一律不得提供劳务 我想这边他文字叙述的是非常的清楚的 是指的是下午4点以后报道的勤务 好 所以今天资方记者会的重点是 对 强调的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报道的一个时间 那么非上海的12个组员是在2点半报道 非香港的6个组员是在2点40报道 报道就在长荣的公司那边报道 报道以后就车子要带他们到机场 在过程里面有问他们 你们今天要扶勤吗 他听说他们说有 我们要扶勤 这是第一点 时间点 就是报道的时间点 第二点就是说当初工会 他在2点09分传给所有的那些会员里面说 4点以后报道的勤务全面停止 如果从这句话的一个意义来讲 就是你4点以后你去报道的所有的勤务 通通停止开始罢工 但是4点以前你去报道的 你要把这个服务服务完以后 你回来再罢工这样的意思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刚刚讲到 飞机几点靠桥的问题 就飞机 因为飞机一定是 从别的地方飞进来 飞进来以后不是有一个空桥靠着吗 那靠桥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的时间是2点50分 那这个部分民航局要去查 如果是2点50分的话 既然飞机已经靠桥 既然你这18个组员已经报道 那你就要旅行这一趟的服务 你不能把旅客丢包 现在公司的征结跟公会的征结 就在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18斤差各说各话 所以我们来看到18斤差 到底资方怎么论述呢 他们说 来 这是网络上查到的资讯 资方强调 2点50分飞机已经接桥了 接桥我们刚刚也谈到 接上空桥之后 民航局有规定 飞机上一定要有空服员 没有空服员 那就违规了 所以公司认为接桥之后 你就应该服勤 第二重点更重要 是公司在接记者会 不断强调的是 这一群空服员呢 18斤差是在2点半 2点40报道的 报道之后呢 其实我们来看到4点中 公会发了一个公文 那个公文请我们复控秀出来 来 公文的公文讲到 4点以后报道之勤务 均不得提供劳务 这就要什么意思 就是6月20号 4点以后报道的勤务 开始展开罢工 那因为它是经过投票的罢工 所以公会如果开始展开罢工 公司就不能以矿质论处 好 关键在4点以后报道 这几个字 公司的说法是 这18斤差是2点半 2点40报道的 他们并不是4点以后报道 所以他们应该要服勤 而他们没有服勤 应该以矿质论处 好 这是公司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最主要的论述 各说话各话 而且好像都有道理 来 立委 为什么在28号以前 都没有人去谈到这些 18斤差这些问题 都没有人去谈 为什么28号以后 这些问题一一飘出来 这是很明显的去转移焦点 转移什么焦点 转移工会的责任的问题 他要拉这些人来做垫背 因为怎么样 这一次的罢工 我坦白的跟各位讲 是非常非常薄弱的 理由很薄弱 你任何事情都可以经过协商协调 来得到结论 议题的凸显 议题的凸显 罢工是要凸显议题 罢工是要凸显 劳资 资方的不满 你任何事情都是要协商的 民主国家 没有人那个罢工是超过12天的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后面所背负的这一些影响有多大 所以大家想一想 那凸显是工会为了转移焦点吗 对 没有错 因为事实上我觉得立委的观点 我会颠倒过来看 今天你的观点是说 这个工会榜用这18个人作为肉票 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可是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我觉得28号那一天 他们去协商的时候 是公司要用这18个人 来当肉票 来作为他们早就设定好那天 是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 那是公司安排好的两套剧本 这两套剧本让这18个人 工会的干部 对这18个人是有疑虑的 他为了要保护他们 所以最后的这个协商 他没有办法成局 这是一个关键 好 到底这18人是谁的肉票 好 来 蔡总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曾经在节目有提到这18个人 我说这个是罢工当中最严重的脱细行为 我觉得这18金钗的话 不敬业明显的矿值 好 我们第一个 长龙航空日之会救世报道 当然他现在讲说 这个是每个月结算的 我那时候罢工 我问你 你假如去搭一个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本来要载你到一个目的地 中途跟你讲说我不收你的钱 我不用收你的钱 但是你就在这边把你丢包 这个可以吗 不可以吗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但是既然牢房的说法是他们没有丢包 因为乘客还没有登机 不是 但是我搭飞机 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 准备登机 其实乘客已经全部手细办好了 你比如说 他是下午4点要起飞的话 可能3点半就是准备登机了 所以机上没有人 但是登机的旅客排满队 有老人有婴儿 你这不是丢包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空务员是欲盖弥彰 再过来我要批判一下工会 你自己明明不专业下达的命令说 下午4点报到以后 你不提供任何劳务 你下错指令 我们也许还不清楚 那个工会应该当时下达命令 要讲清楚 4点以后报到 那之前的怎么算 应该一并说明 对不对 你下错指令了以后 现在要保这18个人 好来 谁 其实你都讲到这个航空的东西 它有一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它上面就是很明确的讲 规定就是说要以空桥搭上去为准 那刚刚娟姐有秀出一张图片 就是那个资方 那张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你看它每个 你是说这个2.50搭桥的时间吗 这个可能根本是表定的时间 你自己看它几秒几秒的部分 都是零秒零秒零秒 根本不是实际的时间 这是表定的时间而已 我们罢工当然要看现场 那我想那个搭桥的时间 一定是在四点以前 飞机靠桥的时间通通有录影 大家都不用吵 民航局也好 中正厂它全部有录影 而且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18斤差 到底有没有违反自己的纪律或什么 我觉得关键的问题 这18斤差有打电话问工会说 我现在要不要罢工 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工会把这个责任 说一直在讲这18斤差的问题 他应该要把自己的责任扛起来 各位听一下 曹同航空自己在 他的回应说明里面 有提到一句话 他说 逃空职工的干部传递 这事合法罢工给正在执勤的 BR722空服员 该班机空服员也误信 而散离职守参加罢工活动 工会该向社会大众说明及交代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个18斤差的问题 事实上就是等于放过了 其实也不符合长龙他对于空会的想法 那如果我们的工会 工会的确是在1600下达这个指令 没有错 没有 对 但是他又在电话里面 个别针对这18斤差 讲说你们应该要罢工 所以这个他们也是遵守了 工会的命令 现在的问题是工会做了一个违法的命令 所以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工会没有违法 那个是公司说他罢工 1600是他自己在写的 我想你要搞清楚一点 他们有致电公司 你可以请假 你也是问公司 公司说可以请就可以请了 他们是先问了工会 他们是先问了工会以后才说 才问资方只是要调查说 他要调查清楚说 到底我有多少人 这18斤差到了现场的时候 有打电话公司跟公司讲说 我们要罢工 而且这件事情 这句话你说对了 他们是说我们要罢工 公司的这个长路道路里面 有背情人力 所以不发生丢包的问题 他哪有丢包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丢包 我觉得讲丢包没有意义 公司故意不派出背情的人力 来接这个722航班的公司的任务 他们没有错 他们听了工会的命令 而去罢工的 所以他们没有错 如果你一直在讲说 这18斤差有错 事实上就等于帮工会解套了 工会就是希望我们做这种事情 好 所以到底18斤差 工会的说法是什么 工会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 谈到18斤差事件 我们看一个画面 一个照片 这些罢工的时候 怎么你刚才 你要执勤的时候 你的包包随时都是有罢工的布条 他们绑了布条 拍了照片 上传到这个网站 所以我们要问的这三点 是不是这一个 是不是个罢工 一个脱续行为 假如是脱续的话 我很严重的告诉大家 这18名的空物员可能要矿指 好 那根据这个公司的矿指的话 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首先 有问题啊 我们6月20号罢工 行动从4点开始 那这个定义就是 我们从4点之后 就可以合法的不提供任何劳务 并且我也没有执行 因为我站在执行罢工 所以4点半我们 从登基门离开 完全是合法 绝对合法 没有违法的疑虑 对 那刚刚蔡总的意思是 那给人家领了日志费 你两点半两点40分 你就已经 你已经就已经签到了 但是我还没起飞啊 因为我起飞之后 还要提供老务 但是你的日志费是 你报到就开始支付了 没有啊 可是我罢工之后 我就没有领薪水了 我就不提供老务 不支薪 对 但日志费呢 就是我也没有啊 任何的都没有领 就是完全没有薪水 我就是不领薪水 连当天的日志费都没有领 没有 对 好 这是当天在节目当中的说法 来 立委 我想喔 刚才的画面上 公收公有理 婆收婆有理 我回收刚才我讲的话 任何事情都有工作前的准备 跟事前的准备 就跟刚才那个兄弟讲了 我要登记当然要有人服务啊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 我要登记了没有人服务啊 已经通知出去了 那你齐全要告知啊 好 我请问一下 回溯法律的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事前告知 这一台要登记的人说 会罢工 你们不能上机 有没有事前告知 有没有事前告知 如果没有事前告知 是公司的责任啊 那就是公司的责任啊 好 没有 这个是公司的责任没有错 但是你已经 这个员工已经服务 公服务已经报到了 已经报到了 那你明知道你们工会 四点要罢工 你明知道你四点才要服务 你这个公司 这个时间点你要搞清楚啊 你不能 你说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你说法律是这样定的 我说我不执行这个法律 我要执行公会的 这样不是颠三倒四吗 好 但是 刚刚其实双方各争执一个焦点是 这18斤差到底是谁的肉票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那一天为什么本来要协商四个小时 在三十分钟就卡关呢 到底逆转的关键是什么 是谁提出18斤差这个议题 对 所以刚刚建华在讲到 说这18斤差是公司的陷阱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18斤差也可能是触入了公会的陷阱 我们来讲到那一天 那一天三方已经谈好了 因为那边投票的结果就是停止罢工 那既然第二天6月29号 本来预定要谈三个半小时 三方会谈包括劳动部 听说劳动部的态度非常强硬 今天你要把它谈好 要把整个协商要签好 就是整个罢工到今天为止要落幕 但是一开始 常众工会的人出来讲说 我们一看到公司派来的成绩太低了 它竟然是一个副总的成绩 我们就知道公司根本 今天没有诚意要来谈 而且他认为公司的6个条款里面 里面暗藏隐形的条款 什么隐形的条款呢 他认为里面包括罢工的预告期 徽安奖金 疲劳航班等等 都在里面 所以有关于秋算账这个部分来讲 他们就特别把18斤差的事情 拉出来讲 所以是谁拉出来讲 所以是劳方把18斤差拿出来讲 所以那个一拿出来以后 那这18斤差有在6点协议 就是那天要协商的内容里头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公司只有说不会秋后算账 那是一个开夸性的 而这个不会秋后算账 公司在今天下午有出来讲 这个不会秋后算账 整个里面的内容 当时有讲到要跟华航 当初签的那个协议 就是你在罢工期间任何一个行为 只要合乎法令 公司绝对不会秋后算账 好 来 蔡律 刚其实补充一下就是 工会他们当时提出这个18斤差 或者是加上这个7个人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说 秋后算账要包含这些人 但是关键在他们自己的干部 还有重点是 我们大家都误以为说是只有 现在是公司告公会 或者是公司告公会干部 事实上公会也有告公司 而且他在这个协议里面有说 就是公司如果输了 你不能上诉 这什么道理 所以公司他们告的是 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文会的裁决 如果你输了 你公司要放弃那个上诉的权利 或者是提起异议的权利 这个是不对的 重点是刚刚那个1600 所谓的秋后算账 公司答应了这个所谓的秋后算账 重点是秋是在1600开始才是秋天 这个我们不要搞错了 29号他们见面的时候 投票以后三方协商 原来要签团体协议 对不对 是 这个团体协议里面有一条 就是刚才讲的秋后算账 我认为这个18斤差只是突然 也或者说 事实上工会的成员 他非常担心说 如果我们有把这18斤差 包括在这所谓的秋后算账 的条款里面的话 这18个人 可能会受到公司的惩处 不是 那个秋后算账的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说公司不能上诉 或者是不能对于他们的 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 提出异议 如果这个协议任何的协议 还有公司幣 任何的协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是不生效力的 这很简单 这法律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 如果说我跟你谈好了 这个协议 可是我说 这个杀人是没罪的 那这有用吗 这没有用 但是建法你讲 你讲这样对啊 因为公司的讲法 也是这样子 他所谓的秋后算账 是比照 这个四个月以前 华航签的秋后算账 所以所有的在罢工期间 只要合乎罢工法 公司一概概括承受 现在两个月 这个还有多幅 遊德